中央社记者苏慕春台中三日电台中市沿海区域,近期有多起外线市渔船寄入违法捕捞,与台中渔民发生纠纷。 案件,台中市政府与中央相关单位将共商处理机制,海巡署也将加强茶几非法捕捞,一斤茶获将依法办理。 台中市政府农业局今天发布新闻稿表示,台中市大安、大甲沿海三里内海域,为台中区域会依法划设的渔业全区,属台。 中渔民专属捕捞海域,近期有多起外线市渔船未经同一月区投放泄龙,甚至违法进行脱网作业,影响本地渔民生计。 为确保台中渔民权益,台中市政府将请海巡署加强海上巡逻,若渔民发现外线市渔船进入捕捞,可向台。 中市农业局海岸资源渔业发展所或渔会通报,将在转支海巡署、渔业电台等,采取必要驱离手段。 台中市农业局指出,依据渔业属民国88年11月24日公告台湾地区脱网渔船进。 渔区位置及有关限制事宜,明定禁止未满50吨托网渔船在巨岸三里内作业。 但大安,大甲沿海三里内海域,常有渔民反映有50吨以上渔船违法捕捞,影响沿海。 生态,海巡署将密切监控渔船动态,也请渔民遵守法令规定,以维护海洋资源。 编辑,黄渔1070503。